這件事換作是你願意花幾十萬為你鄰居做隔音嗎 做完他繼續報警你再花兩百萬跟他買房子 你做得到這件事情嗎 再多花兩百萬 溢價兩百萬 額外送他兩百萬 用超出行情兩百萬的價格跟他買 再讓他免費住半年慢慢找房子搬出去 你做得到這份上嗎 我做到這份上嘛 然後還要被嘴 換作是你做得到嗎 你做不到嘛 那你批評我幹嘛呢 你不是雙標嗎 我不認為有多少 我能做的隔音都做了 你還想怎樣 我覺得唯一姐就是要搬走 因為我已經吃過一次啞巴虧了 花了這麼多錢弄隔音弄完他繼續報警 那我不是白吃嗎 雖然這個聲音是我造成的沒有錯 但魚情魚領 我在我自己家 我倒是 不認為有多少 啊我能做的隔音都做了 你還想怎樣嗎 就你們就是預設立場我們就是要故意吵人 所以這個完全沒有交集 啊我覺得我就在家打遊戲而已 啊你就覺得我故意要吵你 啊不然你告我嗎 啊不然你告我啊 你告我故意吵鬧啊 告我刻意防愛安寧 你看會不會過沒 因為哪怕我進小房間播或怎麼樣 他還是要求我10點後小聲一點 那我怎麼玩 我玩不了 我真的玩不了 所以我覺得唯一姐就是要搬走 因為我已經吃過一次啞巴虧了 花了這麼多錢弄隔音弄完他繼續報警 那我是白癡嗎 就我自認是想盡辦法要配合鄰居的需求 我自認 我當然也許你們看起來也不這麼認為 但客觀事實我確實花了幾幾萬在做隔音的主角嘛 他做完他繼續檢舉我 繼續報警 那這不是純純的吃啞巴虧嗎 雖然這個聲音是我造成的沒有錯 但於情於理 我在我自己家 我把自己包緊緊隔音設備做好好的 那你還是說我找到你 然後拿不出半點我找到你的證據 這件事情換作是你願意花幾十萬為你鄰居做隔音嗎 做完他繼續報警 你再花兩百萬跟他買房子 你做得到這件事情嗎 再多花兩百萬 溢價兩百萬 額外衝他兩百萬 用超出的行情兩百萬的價格跟他買 再讓他免費住半年慢慢找房子搬出去 你做得到這份上嗎 我做到這份上 然後還要被嘴 換作是你做得到嗎 你做不到嗎 那你批評我幹嘛呢 你不是雙標嗎 不就單純為了嘴而嘴 現實找不到存在感 找不到認同感 就到網路上取難 好像對指著我的鼻子說三道四講個兩句 就顯得自己很崇高 很高尚 你真的遇到的時候 你做得到我這份上嗎 誰啊